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到手相 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也是手蚊 但其实除了手蚊之外 一个人手掌的厚薄 手指形状也能告诉我们许多信息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详细分享 如何从手的特征看出自己是富贵命还是穷苦命 一 富贵手的特征 一 手掌柔软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感觉特别柔软 看不到有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 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 而且心灵手巧 很会赚钱 这样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聪明难干 头脑清晰灵活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 最关键是他们一生财运很好 尤其是偏财运 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 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 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 此外 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 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 罕见的十大富贵手相文 其中之一就是手掌较厚的手相 手掌较厚的人注定可以做大事 他们聪明能干 吃苦耐劳 财运事业基础好 再加上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努力 很容易就能取得成功 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 也一直在默默努力 保持低调 这样手相的人容易发财 也是常见的富贵手相 三 太阳秋风龙 我们的手其实和我们人生的运势 有密切的关系 例如我们太阳秋的部位和财运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我们命中的吉祥程度密切相关 太阳秋一旦崩塌 富贵吉祥不易 但是如果太阳秋足够茂盛 你今后的命运就意味着终究有用不完的财富 也有吉祥的生活 可见太阳秋风龙的人自己也拥有巨大的财富 而且如果他们自己足够努力的话 那么他们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四 水星秋饱满 水星秋即使就是无名指和小拇指下方的区域 也是钱财文和财运线所处的位置 这一区域代表个人所具有的财运和经商的才能 水星秋饱满乃是常见的有才首相 此外 这一首相也代表着其人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 善于交集 应变能力很强 若是从事商业方面的工作 肯定能够获利丰厚 五 有贵人线 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 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 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 如果手上有贵人线 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 而且贵人运特别好 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这种首相的男人财运极好 赚钱厉害 大多能够拥有很多资产 家人也跟着相付 由此首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 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 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 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的 日子过得非常富裕 六 有三豹纹 首相中食指上的一条红纹叫做纸节纹 如果是三条纸节纹便叫做三豹纹 通常拥有三豹纹的人 他们的财运比一般人要好 而且个人的财运多数是来自于好的桃花 因为这种首相的人 他们的感情婚姻运势很好 嫁贵夫娶贵妻的几率很大 总之有三豹纹的人 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另一半成为大富大贵之人 即掌心纹路相互交叉 在相学中 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 呈三角形或者方形 通称为财库 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 有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 如果掌中交叉得很明显的话 表示此人财运极好 有一定的资产 一生都不会缺钱 他们天生就是富贵民 即使不用太辛苦 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 这样首相的人 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 不愿寄人篱下 为别人打工 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 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 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自己创业 通常都是做的风生水起 收入可观 日子过得非常富裕 所谓掌心藏水 指的是把手平摊开 中间整个凹陷下去 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 拥有这种首相的人 财运也非常的好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占到钱 由此首相的人聪明能干 智商情商都很高 人际关系较好 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 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 容易获得成功 他们不仅会赚钱 更会理财 比如买些理财产品 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 并从中获利 这样首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 赚钱容易 存钱也很厉害 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 九中指细长 细长的手指总是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中指长的话 在首相学中 中指代表人的交际能力 所以中指长也是典型的富贵之兆 生这个命的人 不仅自己贵人运势吉胜 而且在其一生的发展过程中 得到家庭的力量 可以顺利度过一生 安乐享受 晚年时期是长寿名格 所以这样首相的人 不仅在年轻的时候富贵 也在晚年时期也显得富贵 十 无名指长 如果一个人 无名指生得很长 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 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 有天赋 脑子灵光 会赚钱 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 不管做什么职业 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就能从中获利 而且收益可观 无名指长的人 一般都特别聪明能干 颇有智慧 做事有头脑 大多数都是靠脑子吃饭 不用太辛苦 就可以把日子过很好 钱财不缺 相反 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 那就表示此人辛苦劳累 而且可能比较喜欢赌博 总是想着一夜暴富 可是往往事与愿违 最后一败涂地 二 穷苦手的特征 一 指缝过宽 在首相学当中 指缝比较宽的人 往往被认为是握不住财 因为指缝太宽 就像是杯子破了一个洞似的 里面的水会不断地从洞中流出去 也就意味着 钱财会从指缝溜走 指缝宽的人 可能有一定的挣钱能力 在赚钱方面很有自己的头脑 但是想要守护好这些财富 却是极其困难的 因为这类人大多缺乏理财观念 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 在消费方面不懂得节制 所以很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 而这种不良的消费习惯 也会给他们的经济 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压力 越是年老越是拮据 二 食指弯曲 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 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 需要常见的用手劳动 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紧贴着中指 则说明这个人守财能力很好 相反的 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 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地工作 注定要过穷苦日子 三 手掌平而担保 在首相中 若是一个人的手掌 掌得平而担保 则这样的人 天生的福气比较淡 福禄也不强 存不住钱 手掌粗糙 就是干活的命 不仅如此 这样的人 在生意场上也没有主见 容易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后半生的财路比较浅薄 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利 一辈子都是老路名 四 财运线暗淡 所谓的财运线 其实也叫做成功线 如果线文不完整 这类人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 做事马虎 不细心 诸事不顺 常常会意外破财 不善于理财 控制能力差 没有什么耐心 天赋也没有 事业运势不佳 政财方面没有什么发展性 也就是说 想要通过工作升职加薪 爬到最高职位 可能性不大 偏财运也不忘 五 生命线断断续续 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 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 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 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 人气和谐 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 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 处事态度不够端正 体力不好 生命力不强 有贵人相助 但是本身运势很弱 生活单调无极 没有生活情绪可言 耐心不强 自卑消极 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 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 导致生活越来越贫苦 手上的特征能够看出一个人一定的运势 但不能完全决定 有种长寿手能活99 从人的手向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 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 可以通过健康程度 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 那么如何通过手向 看出哪些人寿命长 哪些人寿命短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长寿手向的特征 一 生命线清晰深长 生命线是人手掌三大主纹之一 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 健康状态 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 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恶和提高的部位 可以说此纹路在手向中 与一个人的生命力 身体健康 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 是息息相关的 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 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 体格强健 身体健康 不易患病 因此 有这种生命线首相的人 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 生活美满 二 生命线无分支 对于生命线来说 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 手向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 身体都比较好 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 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 比较少生病 身体会更加健康 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 三 手掌后视饱满 从手相中 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 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 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 一般来说 手掌饱满后视 手背有肉 预示着有福气 财运好 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 健康运势很不错 远离病痛 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 四 贵人线交叉 贵人线又称姊妹线 是在生命线的内侧 仅靠生命线 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 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 长交叉状 文线深且清楚 代表有贵人运 往往事业有长 而且寿命也比较长 由此守相者会一生平顺 多子多孙 长寿喜乐 五 财运线没有断裂 财运线也叫水星线 是出于水星丘 小指根部的短束线 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 也跟人的寿命有关 若是在手相中 水星线距离生命线 只有一点点 是一条直线 中间没有断裂 要是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 消化呼吸器官 状况都不错 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 六 手掌色泽红润 有光泽 从个人面向的气色中 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同样 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 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 发白 没有血色 这样的手掌 多数意味着 你身体健康不佳 寿命不长 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 手掌血气充足 则说明 你个人的寿命很长 身体健康 七 掌心有志 从相学上看 掌心的志主富贵 有这种志的人比较少见 掌心有志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的人 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规划人生 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 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 而且长命百岁 八 手腕线伸长 手腕线长而伸 形状整齐 没有断痕 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 工作能力强 有一定的魅力 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 也十分注重家庭 双方生活在一起 婚姻幸福美满 工作生活等无忧 同时还会注重养生 自然会更长寿 九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 是典型的福相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 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 都走得一帆风顺 在爱情方面 一时顺风顺水 在顺利的人生里 这种类型的人 几乎不会经受灾难 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 年轻和干劲 故而定能扶手双全 二 短命手相的拓征 一 生命线很短 手相中的生命线 是主要纹路之一 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 是相关的 跟身体健康 寿命长短 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生命线越是短的人 生命力越差 健康运势不好 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 因此这样手相的人 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 身体也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疾病 可以说 生命线很短的人 从小就是体弱多病 二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 是连续的 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 但是有的人 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 这类人的生命线 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 生命线的纹路中间 如果是有间隙的 但是后面又连上了 那这样的生命线 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 病中多病 主其人寿命不长 可能早逝 三 生命线末端的新新闻 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新新闻 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 一般来说 这样的首相 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 比如说 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 他们的生活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因此 有这种首相的人 生活当中要注意 四 生命线周围 有很多细小的纹路 如果生命线周围 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 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经常会收到疾病的干扰 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即使长大成人 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 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 比如感冒发烧 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 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 给生命带来影响 很可能会阴年早逝 五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 首相中的健康线 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 如果你首相中的健康线下垂 且碰到了生命线 这样的首相 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 很容易早逝短命 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 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 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 六 智慧线上有新闻 许多人认为 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 从智慧线中 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 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新闻 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 就会突然出现 因此 拥有新闻的智慧线的人 需要时刻小心 他们应该注意养生 否则很有可能猝死 七 智慧线向下弯曲 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 还与人的思想 心灵 精神状态等有关 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 他们不乐观 而是悲观和沮丧的 因此 像这种手向的人 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 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 很难获得长寿 八 手掌杂纹比较多 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 说明此人的烦心事比较多 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 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 如果经常面对反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 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 一旦心脏出现病变 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 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 也是短命的象征 刚刚说的短命手向 仅是针对长寿手向而言的 当然 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 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象来看 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